好 大家好 那我們持續在做這個境外入 病例的定序 那有Omicron 就會提早先跟大家做報告 那今天有新驗出來的有4例 那這4例也都是境外 一入先前已經公佈過的病例 那分別有2例來自 美國 2例來自英國 所以我們總計現在累積有16例 的Omicron定序確定的境外入病例 那這4例跟 先前的12例其實也都一樣 都是屬於突破性感染 都曾經完整接種過2劑廠牌各自不同的 這個疫苗 那後3位都是在入境採檢 就是陽性 那其中第一位 特別再說明一下 案16908 這位是14號的時候入境 入境在我們機場做這個 拖曳的採檢是陰性 不過他住到防疫旅館之後 12月15號開始 有出現喉嚨痛的症狀 那那個時候他自行有用 手邊的快篩做一次 是陰性 不過那個後續 因為這個症狀沒有改善 在12月17號的時候 又因為這個症狀的關係 再做了一次這個快篩 就變成是陽性 所以這個時候在送醫去檢驗確診 PCR陽性 其體值是19 就送醫院的負押隔離 病房隔離 所以這位是算從入境到這個我們 確診中間隔了3天 不過也是在這個 其實在這個檢疫的期間 就已經攔截到 所以我們也是 列在這個邊境或檢疫期間攔截確定的 這個Omicron的病例 那這個部分大概跟先前的觀察都差不多 除了 就是說 我們目前16例的境外入的Omicron 全數都是突破性感染之外 那無症狀的情形 總共現在累積是7例 輕症的部分則是有9例 沒有發現有 嚴重病症或是有這個重 重度需要住家務病房這樣的情形 都是屬於無症狀 或者是輕症 那他們的這個病毒量來講 今天公佈的這4例 就是16908這個部分 他的病毒量比較高 CT值是19 那1691的部分 他第一次採檢 的時候 CT值比較高 32 不過 後來在二採的時候 其實就 已經病毒量升高到CT值只有17 所以 這個部分來講 應該都還是算傳染力比較強的 這個部分 那現階段來講 我們的這些病例看起來 都有一個就是入境比較早就可以被驗到的 這樣的一個趨勢 不過後續還要再持續的一個 觀察 另外他們的年齡分佈大概也都是 偏這個年輕的這個族群 大概只有16例 當中只有2例是這個50歲以上的這個民眾 那其他的年齡都是在10多歲到30多歲 之間